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之前要么瘦要么死的誓言吗 这样的S 我们不约 然而被网友攻击太胖 打S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发微博怒怼 老娘不要饿 要享受人生 谁攻击我 我就诅咒他 耿直霸气 一点都不含糊 所长也觉得 不管是不是明星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吃光网友也不要对明星的身材过于挑剔 该吃吃该喝喝 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 有freestyle吗 所长没有 但我知道张翰有 昨天张翰同学在微博上传了一首 翻唱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前方电音高能 请戴好耳机自行欣赏 身边有墙的请服好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乖乖张杆 才能保护她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电汉吗 说唱也能跑掉真是没谁了 看看网友们的反应 有人笑到不能自理 有人差点摔了手机大喊救命 有人说自己是周杰伦要报警 吃瓜群众一片乐呵 尬唱借的明日之子就是堂主你了 林狗这几天可真是一枚行走的自拍神器 昨天才刚刚晒出神壮脸王思聪的照片 今天海军风小新就又来罢评了 只见林庚新穿着条纹海浑衫 一脸帅气地看着镜头 满满的青春气息都快溢出屏幕了 不过也有眼睛的网友发现 小新这件衣服好像穿反了 呃 所长仔细一看 这不仅是件海浑衫 还是件蕾丝衫 国民弟弟刘浩然也穿过同款 只不过人家的蕾丝在胸前 小新却把蕾丝穿到了里面 难道这样的蕾丝图案必须要藏起来吗 小新这直男癌 所长表示大写加粗的福气 网友们也在评论区笑道一片 纷纷表示 这样子的语文老师真是蠢萌蠢萌的 不过也有网友脑洞大开 问林狗是不是在偷穿女票的衣服 呃 求林少的心理阴影面积 近日追我的前半生的观众纷纷中毒 大喊这个世界欠我一个唐经 还欠我一个贺涵 终于在昨晚 女神唐经突然回来求婚贺涵了 男神女神这是要定下来的节奏啊 在预告片中 唐经每每搭婚纱造型也曝光了 女神就是女神 穿上洁白婚纱的唐经简直美到炸裂 可是呢 不论你是支持贺唐还是贺罗 所长都保留意见 因为我双手支持的是贺陈 在花穴中 贺涵一言不合就翻桌去拥抱陈俊生 他们俩才是真爱呢 乃们还记得陈晓和陈延熙 那个苏道不行的吻吗 话说当时这个吻可是火遍了四海八荒 觉得最近 陈延熙在饭局的诱惑中 聊起了自己和陈晓的初吻 原来二人的迎评初吻 就是借俩人第一次接吻 周围还围了一堆工作人员 而我说 乃们借初吻可真是别样的浪漫呢 你们俩第一次接吻在哪里啊 拍《神雕下雨》的时候 片场 对 有别人在吗 没有 当然有啊 工作人员所有的 不是 我指的是 你说的是戏里面是吗 对对对 那是你们第一次接吻 对啊对 在那个戏之前你们俩没有过 没有啊 不认识 所以在戏里头第一次接吻的时候 有察觉到这个人以后 会常常跟我接吻吗 完全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并没有那种宿命的感觉 就是吻到一个对的嘴了 就说 这就是我在找的 虽然二人现在有了宝贝小星星 不过谈起初吻还能这么甜蜜 也是没谁了 所长在这里隔空喊话 陈晓和陈元希 希望奶们一直幸福下去了 最近咱们的世子同学回到燕北后 开启腹黑模式 分分钟成反面人物大boss 然而世子对楚桥的感情 却有增无减 网友们纷纷为专情的燕熏世子 竖起大拇指 不过奶们造吗 戏里的燕熏爱楚桥 爱到停不下来 戏外的豆香却表示 伦家喜欢腿粗的女孩子 看朋友咽着吃惊到下巴 都要掉下来的表情 所长想问一句 燕世子你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吗 生活中我觉得女孩子 不一定要惊艳 但是要可爱 可爱的话会比较 kind nice heart 然后 就对 就可爱就好 骑车吗 骑车 腿一定要粗 对因为是不是女孩子 骑车练车练久了 腿会变粗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